赵慧英 63岁 离异 退休金2450元 住房面积55平米 你骨子伤骨子 还用于骨子坏的 一根骨膀 早智 你耽误不行 这么摸吧 还不伤太疼 这都一干活 这一半步就疼 这都不疼 这么疼 但活疼 通过赵大姐 手指被磋伤的 这一个小细节 就把孟大哥性格里 细心体贴的一面 都激发了出来 或许是感觉到了 赵大姐对自己的认可 孟大哥开始主动 跟赵大姐介绍起了 自己的详细情况来 我四个孩子 老伴儿呢 就是得病 脑出血四年 能赌棒 能肛冻一点 那后八年 不到十年 到十年死了 敬我四个康 人生生死死必须的 那好 不能说你死你干家 是吧 我干啥事 我不好意思 你就到处了 你四个孩子 有没有不听话的 都听话 现在我说算 我哥说算 我呀这一生 这钱都花没了 没了 没了 反正自己两千五百块钱工资 没了好 退休 多多少少花 没有无法 但是花钱 不等钱都我身为好 我身 主要身体好地位 就咱们当时是身体地位 你说趁八十亿多亿 你啥用的 花不了 有病抗肠的行 咱活这个水平了 活这样的 你看我有病吗 我也有病 你有病 你脚的 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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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腰脱 都贴的 这蛹 年龄的 对 对 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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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慢点 去摸摸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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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简单直接的赵大姐 一上来就先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都如实地展现给了孟大哥 毕竟这个岁数找老伴 身体状况还是很重要的 我刚才我有话跟你说 我不是手疼吗 又要脱 你就得辛苦了 干点活 咱俩吃饭活 干活吧 做饭 咱就说啊 咱俩想吃着做着 想什么 要买着啥 买着啥吃 对 屋里 熟着这小屋 就这么买了 咱俩就是你 你抱着我 抱着你 咱俩这二十天 一个月之间 就算两个天下 我这钱 我多钱 我不能跟着你 一点也不能给他买 我长得很凶 但是说话还不那么狠 凶 咱俩跟谁还凶 你跟我凶 凶 我就扶你 我扶你 你要不放心 我哄你呗 哪有干招 也没有干招 我吃饭吃饭 你知道吗 我就是能领出手的吧 就是演员是挺好的 我可以领上哪了 你觉得我这身份也行啦 说话的话还行 大哥身体好 三日 我经管银的也 也经 你一位吗 你一位能行 我又行 我又行 又行 几番沟通下来 赵大姐对孟大哥的各个方面 都挺满意的 听完赵大姐对自己的认可后 孟大哥这边反倒突然觉得 有点没底气了 她觉得还是得提前把丑话说到前面 公子弟没房 是啊 这事情没办 得行是吧 到这 算是过去是倒叉门啊 不喝着 现在你实行啊 你不能给你老眼光着啊 这是公子最多的 公子弟 你还能干活 这有预可了 不嫌公子弟啊 他干活啊 留去 我得签安顶你啊 不咋的 就拉手啊 这公子还是跨了多少百 有恩有爱 这都到百岁吧 但是能动我 不能动我这玩意 不知道 她说能干点活 挺好的 吧